拉多米尔·安蒂奇 曾指教过西班牙萨拉哥萨、皇家马德里、奥威耶多、马德里竞技、巴塞罗纳以及塞尔塔等多支西甲球队,是仅有的两个指教过豪满1991-92和巴塞罗纳2003的教练之一。 在1995-96赛季带领马德里竞技,读取了西甲和国王威的双冠王,2008年8月19日成为塞尔维加国家男子图球队主教练,并最终帮助球队晋级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圈。 离开了皇家马德里之后,安蒂奇就回到了马贝拉,他于1992年末拿到了西班牙绿卡,因为当时南斯拉夫国内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而在当时与他一同拿到西班牙绿卡的还有另外一位中国人熟知的主教练,柏拉米罗蒂诺维奇。 直到现在,密鲁克·安蒂奇在生活中更习惯说西班牙语,而菲姆与塞尔维亚语,安蒂奇的游战生活没有持续多久。 半年之后的1993年2月5日,西甲联赛的中下游球队奥维耶多找到了安蒂奇,希望他出山帮助球队走出降级泥潭,当时奥维耶多的情况比萨拉哥大还要让人头疼, 他们在前任主帅伊鲁雷塔的带领下直奔至降级区而去,19921993算,继过半,他们几乎已经预定了一个降级名额,炒掉了伊鲁雷塔之后, 奥维耶多把目光描向了傅贤在家的安蒂奇,安蒂奇之前在萨拉哥大的救火经历吸引了奥维耶多,来到了奥维耶多之后,安蒂奇在训练中将重心放在了防守上, 他对球队的指示是,宝吉的途径并不只有赢球,先保证不输掉比赛,宝吉才能够谈起, 结果在剩下的赛程中,奥维耶多取得了九胜六平三负的战绩,还逼平了连赛上游的拉科鲁尼亚、特内里菲等球队, 在该赛季结束的时候,奥维耶多排名第十六成功上岸,而他们身后的阿尔瓦赛特和西班牙人则被几句打赴加赛, 布尔哥斯和加蒂斯产遭降级,在1993年夏天,安蒂奇就奥维耶多薄弱的中场环节做出调整, 并引进了南斯拉夫,得后摇约卡路维奇,作为当时南斯拉夫最好的进攻型后摇, 那个时候进攻型后摇不常见,约卡路维奇在22岁加入游击队之后,就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他的球队中的位置,被看作是第二个分点,这样的球员既能够弥补球队的防守问题, 还能够加强球队在进攻上的实力,该赛季, 安蒂奇的球队以13胜13平12负的成绩完赛,排名连赛第九的同时,还拿到了队时第二好的成绩, 不过球队在防守端的表现,也未能有所改观,球队失球数高达49个, 在1994年的夏天,安蒂奇就球队进行进一步补强,接连引进, 利益伤病在黄马方辉不佳的普罗西内茨基和俄罗斯后卫奥洛普克, 1994到1995赛季,他们拿到了连赛第九,举翘一封就能拿到欧战资格了, 此时,安蒂奇已经不打算继续在奥维耶多指教, 他没有接受奥维耶多的虚略请求, 因为他认为适合自己的球队,仍然是类似黄加马德里的这种好门, 诸如赛维利亚这样的连赛强队也可以, 虽然奥维耶多不断听从安蒂奇的意见进行引人, 但安蒂奇还是认为奥维耶多缺乏足够的野心, 在1994到1995赛季结束之后, 安蒂奇结束了赛奥维耶多的指教生涯, 转头马德里竞技,而投费他的球员们也悉数离开, 约卡诺维奇转投特内里费, 普罗西内次击转会巴塞罗那, 只有奥维普克留了下来, 并在之后的日子里成为了球队的后防核心, 他为奥维耶多一支效力到2000年, 直到该赛季结束后奥维耶多降级, 1994到1995赛季还未结束时, 时任马德里竞技主席吉尔就主动与安蒂奇进行了联系, 而同样希望聘请他担任主教练的还有巴伦奇亚, 不过反着对黄马复仇的心理, 安蒂奇最终选择了马德里竞技, 1995年夏天, 安蒂奇与马德里竞技签约, 安蒂奇上任后只干了两件事, 就在西班牙足坛大出风头, 他在夏天清洗了6名球员, 这种力度拿到今天也是让人汉颜的, 这其中包括88年汉冲奥运回苏联最佳射手多伯罗, 沃尔斯基, 波兰国家科塞斯基, 哥伦比亚国家巴伦西亚, 巴西球员罗洽和马德里竞技的功勋们将雷西洛, 这其中, 雷西洛效力与马金多年, 还曾经创下过900分钟不失球的记录, 因此安蒂奇的举动惹了许多马金球迷和高层不高兴, 这一点吉尔只能担着, 后来吉尔曾经说过, 我总不能第一天把他请来, 不到一个月就把他撵走吧, 不过在之后人们都认为, 安蒂奇做的事情, 其实恰恰是马金不放高层想做的事情, 阵容过于老化和臃肿, 是导致马德里竞技状态下降的主要原因, 安蒂奇在马德里做的第二件事情便是挖掘新人, 球队中的年轻人吉科, 西蒙尼和卡尼内罗, 得到了安蒂奇的重用, 在从塞文利亚转会马德里竞技之后, 西蒙尼一度被认为是水货, 在得重视后要作用的安蒂奇手下, 他得到了重用, 在之后, 安蒂奇还从巴伦西亚, 引进了保加利亚国脚佩涅夫和南斯拉夫国脚潘蒂奇, 2016年, 曾经担任大连翼方俱乐部助教, 他还希望引进奥诺普科, 但是已经失去两元大将的奥维耶多, 不愿意放走这位后半核心, 并直言马德里竞技给多少钱也不会放, 在之后的两个赛季中, 安蒂奇都曾向奥维耶多, 提出引进奥诺普科, 但都遭到了拒绝, 不过, 这并不能影响到马德里竞技, 在之后连赛中的表现, 他们在1995到1996赛季, 夺得了连赛和国王背叉冠王, 而黄马锦名列, 六位, 连五贯资格都没能够获得, 至于安蒂奇引进的潘蒂奇和佩涅夫, 两人一共打进了26球, 佩涅夫还成为了队中的最佳射手, 安蒂奇的成绩, 让马德里竞技相信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安蒂奇的成功也被许多媒体进行了分析, 有媒体认为安蒂奇对球队进行瘦身之后, 使得他不用再为如何排兵布阵而感到头疼, 补充进来的新鲜血液, 又都来自于东南欧地区, 安蒂奇熟悉他们的风格和能力, 懂得如何适用他们, 不过在第二个赛季中, 双线作战的马德里竞技, 不再像以往那般犀利, 他们在联赛中落后于皇家马德里与巴塞罗那, 他们在轮换球员的问题上捉襟见肘, 有意思的是多年之后, 他的徒弟西蒙尼在这一点上走了安蒂奇的老路, 虽然在欧冠联赛中他们发挥的不错, 但最终还是止步于四强, 不过双线作战反而让吉尔对于球队的实力进一步看好, 一年之后, 马德里竞技引进了如尼尼奥和维埃里, 这花费了他们一大笔钱, 为了换取资金吉尔出售了西蒙尼, 这一决定遭到了安蒂奇的激烈反对, 吉尔甚至愤怒的对安蒂奇口道, 你是一个只会用后央的主教练, 在赛季中期, 马德里竞技战绩越来越难看, 大肆引缘后, 却没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最终这个锅落在了安蒂奇的头上, 1997到1998赛季还未结束, 安蒂奇就被告知他会被赛季所取代, 该赛季结束之后, 安蒂奇结束了与马德里竞技的合同, 没有与球队输一, 再之后, 安蒂奇还曾连续两次, 出任过马德里竞技的主教练, 当然都是救火, 而且都没能取得多大的成功, 不过马德里竞技还是对于他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 外界认为马德里竞技的主席吉尔, 没耐性, 是欧洲主养出了名的, 安蒂奇能在他手下一直干, 说明安蒂奇还是有两下子的, 不过安蒂奇的缺陷也很明显, 他的实力达不到顶尖教练的水平, 他的心迹一直都在顶级球队的上面, 然而在执掌强队的时候, 他又不会寻求在竞争时的主动, 总是一味的球纹, 这样只能满足球队对成绩上的要求, 却不会符合任何一支球队的战略目标和球迷希望, 所以之后他再把塞罗纳和塞尔塔的执教都可以说是十分失败的, 2004年从塞尔塔下课之后, 安蒂奇的宣布自己将结束自己的执教生涯, 不会再执教其他球队, 不过在国家意义的面前, 安蒂奇还是在堵出山, 2008年, 安蒂奇接手塞尔雷亚国家队, 参加了南非世界杯预选赛, 在热命仪式上, 他这样对球迷们说道, 论爱国化没有其他的主教也能比得过我, 我一直没有加入西班牙国籍就是这个原因, 安蒂奇没有夸大其词, 在西班牙的时候, 安蒂奇还曾和一位记者打过官司, 那位对塞尔雷亚颇有成见的记者称安蒂奇来自一个法西斯国家, 结果一向不爱发火的安蒂奇称那位记者就是一位法西斯, 双方最终对不公讨, 结果西班牙法院以安蒂奇人神攻击, 为了判了安蒂奇败诉, 2010年世界杯后, 安蒂奇主动从塞尔维亚国家队卸任, 这一次他真的以为自己的职教生涯结束了, 他又回到了马贝拉, 在西班牙渡过了贤运也和巴勒两年生活, 但两年之后, 中超的山东鲁能找上了门来, 此开中文还有一 但是还是显然的 这么开中文还像 就没有给你 穿戏吧